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姐弟情深 其中这老小叫张海君 出生于1991年5月份 他的两个姐姐呀 对他是照顾有加 这张海君呢 尤其喜欢自己的二姐张卫 每天呢 就跟跟辟虫似的 就跟在二姐身后 二姐呢 比张海君大七岁 这张卫啊 也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弟弟 2005年的时候 张卫呢 大学就毕业了 应聘到了北京的一家商场上班去了 要说张卫这姐姐当的 那还真够意思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 张卫上班之后也挣工资了 就承担了张海君的学费和生活费 不仅如此 因为张海君呢 是住校 所以张卫每个礼拜啊 都去学校里边看望张海君 带点吃的喝的 帮他清洗一下脏的衣服 把一些床上用品呢 都给他整理利索了 在张卫的照顾之下 张海君呢 慢慢也就长大了 长的是高大帅气 2006年考上了市重点高中 张海君自从上了高中之后 也觉得自己是大人了 过去都是我二姐照顾我 哎 现在轮上我照顾我二姐了 我要好好的保护我姐姐 张卫有时候呢 得值晚班 张海君呢 每次啊 就都去接姐姐下班 并且把姐姐送回宿舍 张海君就总是想着 哪怕让我照顾我姐一辈子 我也愿意 2007年11月份的时候 张卫啊 在一次同学聚会里面 就又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初中老同学 这个同学呢 姓严 叫严齐 俩人因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这一次见着之后 哎 是倍感亲切 严齐呢 一直做服装生意 因为历练这么多年了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啊 所以整个人看着呀 哎 显得挺成熟稳重 张卫呢 也上了班了 看上去也是光鲜亮丽 俩人见了面之后 一来二去就聊到一起了 互相之间呢 也就确定了关系 这一谈恋爱 张卫跟所有热恋中的女孩一样 这眼睛里边没别的了啊 心里边也没别的了 就是自己这男朋友了 恨不得一天能挣出25个小时来腻在一块 天天的吃饭 喝茶 看电影 张卫自从跟男朋友在一起恋爱之后 无意之中呢 看望弟弟的次数啊 也就少了 有一回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没去张海军的学校里边看的 张海军也担心 哎呦 我姐怎么一个月都没来啊 别出什么事啊 趁着一个周末的晚上 她呢也没跟二姐说 急匆匆的就赶到二姐住的宿舍那了 咚咚咚敲门 没人开 姐 二姐 我海军啊 还是没人开 咚咚咚敲了半天 这门总算开了 就开了一条缝 二姐呢红着脸 蓬头垢面的啊 就把头就伸出来了 海军啊 你怎么来了 张海军没说话 从门缝里往里一看 就见颜旗那件羽绒服啊 就堆在床头呢 再看姐姐这个样子啊 这么长时间没开门 一下子就全明白过来了 哦 我二姐还没跟他结婚呢 这小子就把我二姐骗上床了 我姐万一上当受骗了 可怎么办呢 哎呀 你说我这傻二姐啊 怎么这么傻呀 没结婚把自己就全交给人家了呀 张海军这个郁闷呢 等到张海军回去之后 给二姐呢发了一条短信 姐 你得当心 别让颜旗给骗了 不要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二姐呢 也很快就回过来了 颜旗不会骗我的 你放心吧 张海军一看完了 我这傻二姐呀 鬼迷心窍了啊 08年1月份的一天 张海军那球鞋呀 给磨坏了 因为平时吃喝用度全是找二姐 跟二姐是最亲 就又给二姐打电话 姐 你给我买双新鞋呗 张魏一听啊 就跟他说 海军 你脚上那双鞋还能不能再将就几天呢 我这段时间手头也有点紧 张海军一听就感觉纳闷 我姐工资不高吧 但也不低 给我买双鞋总不成问题呀 怎么着也不至于买不起鞋了吧 张海军啊 整整一个礼拜都穿着那双破球鞋 脚上的皮都给磨掉了 一周之后 二姐张魏就送来了新鞋 一看 弟弟的脚起了泡 泡又被磨坏了 一边给弟弟擦药 一边啊 就在那挺后悔的说 哎 都是我不好 颜旗啊 刚谈成一笔生意 我把钱借给他了 怎么又是颜旗而且啊 08年春节的时候 张魏把颜旗呢 就带到家里去了 这就算是正式见父母了 接下来就是谈婚论嫁 可是张魏的父母啊 认为颜旗家境一般 也没上过大学 干的呢 也就是小打小闹的 小生意 配不上自己的闺女 等颜旗走了之后 父母就问张海军 海军 你觉得你姐男朋友怎样啊 嗨 我姐啊 把钱都给他了 自己都是没钱用的 这张家父母本来就不喜欢颜旗 再听张海军这么一说 哪更不同意了 明确的跟张魏说 张魏 你们这亲事 我跟你妈呀 不同意 可是让张海军没想到的是 尽管他反对 尽管父母也反对 二姐呀 人就是不跟颜旗分手 反而下了决心了 俩人先把结婚证给领了 这叫什么呀 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啊 事已至此 父母也没办法了 两家呢 就商量着 08年12月2号举办婚礼 双方家长在结婚之前肯定得见面啊 得商量商量婚事啊 这一商量又出事了 张家呢 要求颜家在城区买套房子 而颜旗的妈妈柳芳啊 说话可直接了 买什么房啊 北京房价太贵了 我们可买不起 他们结婚之后 只能租房子住 就因为这事儿 两家老人又争执起来了 到婚礼前几天 张家父母一再忍让 说这么着 不买房也行 排场啊 咱也不讲究了 但是呢 好歹给我闺女一万块钱的彩礼钱 可就是这个要求 颜家也不答应 各位一万不多吧 08年12月2号 就因为之前呢 种种的不愉快 张家父母呢 都没去参加婚礼 就张海军去送亲 张海军把二姐一送到那出租屋 看看那寒酸的小房子 再看看二姐身上穿的那一点质感都没有的红礼服 张海军鼻子一酸 眼泪刷就下来了 张卫啊 还安慰他呢 傻弟弟 你姐夫也想把婚礼办的热热闹闹的 但他们家就有这个条件 只要我跟你姐夫过得好 比什么都强啊 临了的时候 张海军跟颜琪说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对我姐要是不好 我可饶不了你 张卫出嫁之后 张海军这心里啊 就总是不安心 我二姐嫁给这么一户人家 会幸福吗 得亏啊 张卫他们那出租屋 离张海军学校不远 他要是想姐姐了呢 哎 就过去看看去 有一天呢 张卫给张海军打电话 海军啊 晚上上姐家来吃饭来 海军到家的时候呢 就见自己二姐砸着围绢 洗菜做饭 姐夫呢 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呢 张海军气得呀 上去一把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二姐这么忙 你还有心情看电视啊 你凭什么欺负我姐啊 这延祺人看电视看得乐呵的呢 看秋在呢 正精彩的时候呢 突然一下电视给关了 但他也没说什么 就去厨房帮着干活去了 从那以后只要是张海军去 延祺肯定是帮着妻子在那忙活 看见丈夫在弟弟的干涉之下 改掉了不爱做家务的习惯 张卫还跟张海军说呢 海军啊 看来你姐夫就听你的话 我都不如你说话管用 那当然了 而且 以后姐夫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就跟我说 我来搞定他 09年1月份的一天 延祺和张卫呢 因为琐事就吵起来了 这一幕正好让刚进门的张海军给看见了 他一下子就冲过去 非要打延祺 张卫好说歹说 这才劝了下来 张海军气呼呼的就走了 从这件事之后 张海军更加觉得我二姐是嫁错人了 跟着他这日子没法过 一直到了09年春节 过完年之后不久 张海军呢又去看姐姐去 走到姐夫家附近的时候 突然看见姐夫跟一个年轻的女人 有说有笑的在马路边上走着呢 再看那女的 打扮的挺洋气挺时髦 说话手舞足蹈的 时不时的还在延祺身上拍拍打打的啊 完全不顾忌男女受受不亲 张海一看见气得牙根痒痒啊 一口气就跑到二姐家 姐 我姐夫跟别的女人在外边勾搭呢 张卫一听 怎么着 跟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也挺生气 然后张海军就描述那女的 多高啊 什么身链 什么打扮 说话语气 怎么怎么着 张卫一听 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什么事呢 那是你姐夫他们公司的会计 性格就那样 张牙舞爪的 我们都不把他当回事 张卫啊 哄张海军哄了半天 这才把张海军劝走了 但是在之后好几天 张海军一直放心不下 一直给二姐打电话 让他提防着 这么一来 连张卫都觉得 海军太过分了 这一回呢 他把海军叫过来 就很严肃的跟张海军说 海军啊 别再胡闹了啊 我相信你姐夫 他不可能有事 而且你 哎呀 张海军呢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是恨铁不成钢啊 在张海军的心里 姐夫就是花花公子 可怜的姐姐被蒙在鼓里啊 怎么我这傻姐姐 还帮那花花公子说话呢 严齐这些事 都被张海军一五一十的 传到了自己父母那 张家父母本来就不喜欢严齐啊 这一来啊 更不是好人了 正好在这时候 张卫跟婆婆之间又有了矛盾 怎么回事呢 张卫的婆婆呀 想让儿子儿媳妇早点生孩子 但张卫就总觉得经济基础还没有呢 还两年再说呗 再有这刚工作啊 这一生孩子一些产假 很多好机会就没了 这一来 婆婆可就不高兴了 就总是寒沙摄影的说他 哟 怎么人家谁谁谁就能生呢 怎么人家也没耽误上班呢 怎么你就这么金贵呢 啊 要是自己的婆婆老这么念的 哥谁当儿媳妇 他也受不了啊 所以这一回啊 就跟婆婆吵了一架 随后也委屈 就把这事呢 跟张海军说了 张海军一听 气得废管子都快炸了 啊 立刻跑回家 就跟自己的父母说 严家怎么怎么欺负二姐 那老太婆怎么怎么可恶啊 怎么怎么欺负 张家父母一听 我宝贝闺女 受了气了 这是 当时要房子 房子没有 要条件 什么都没有 最后呢 连财礼钱都不给 憨憨酸酸的 把那婚事就办了 啊 不行 立刻就找上门 兴师问罪去了 这玩意儿啊 夫妻俩闹矛盾 就怕双方老人掺和 一掺和 准出大事 这两家呢 就吵到一起了 到最后双方父母都逼着孩子 离婚 啊 别过了 09年4月份 张卫跟延祁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啊 张卫又住回了单位宿舍 为了安慰姐姐 张海君呢 总是想方设法的 哄姐姐开心 海君的这个心意 张卫呢 也明白 但是啊 他开心不上来 为什么呀 夫妻俩是有感情的 他还是非常非常爱延祁的 现在他心里就是后悔 后悔什么呀 后悔当时没顶住压力 不该离这个婚呢 再说延祁那边 离开张卫以后啊 这心里也不舒服 毕竟有感情 他也喜欢张卫 怎么就吵了一架 怎么就 这这婚姻就没了呢 要不是说我俩没感情了 两个星期以后 延祁呢 悄悄的来到张卫的宿舍 因为他俩别看离婚了 互相之间 还是深情款款 一见面 哗嗒一下 就抱在一起了 随后啊 他们就瞒着双方家长 又偷偷的在一起生活了 这个情况 双方老人没发现 可张海君发现了 而且 我服了我都 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他们严加对你那样 你还跟那姓严子来往啊 这时候啊 张卫已经经历过一次结婚 经历过一次离婚了 他明白婚姻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哪怕骨肉之亲 你也不能干涉我 他把自己的想法就都说出来了 海君 我知道 你跟爸妈都很爱我 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再在我和延祁中间指手画脚了 让我为自己的婚姻做一次主行吗 啊 姐求你了 听到二姐说出这番话 张海君呢 也愣了 他没想到 我是全心全意为我姐的幸福着想啊 怎么在他眼里 哦 合着 我 我干扰他了 他俩过不幸福 是 是我的问题了 这还是那个 我从小 依赖到大的那个二姐吗 啊 那一天呢 张海君一回学校 连气待急 就发起烧来了 等醒过来的时候啊 已经到校医院了 张卫呢 不知道弟弟生病了 他呀 也已经把那个工作给辞掉了 悄悄的 跟延祁跑到了河北廊房啊 我的老家就住一块去了 准备把孩子生下来 再回北京办理复婚手续 手续办完了 再告诉家人 09年5月10号 是张海君的18岁生日 二姐已经失踪很多天了 期间呢 给家人打过电话 说跟延祁在一块挺好 让家人呢 别为他担心 但就是不告诉家人 他们在哪 张海君啊 一直就坚信 我18岁生日 这是我成人理 我二姐一定会回来看我 可那天一直等到晚上12点 二姐也没出现 连个电话也没打 张海君这心里边是又委屈 又难过又生气呀 我二姐呀 我最喜欢的二姐呀 看来跟我之间的关系 是真的越来越远呐 延祭姓炎的这小子啊 我贪死你了 我 你把我最心爱的二姐夺走了 你还对他不好 2009年6月14号 张海君也没上课去 他的母亲呢 在家里边就跟张海君说 哎 海君啊 我也就跟你念叨念叨 你姐呀 胆子也太大了 想躲到外边生了孩子再回来 他那个婆婆家又不好说话 谁知道到时候 他那公公婆婆 会不会认他 认孩子呀 听他妈这么一说 张海君这心里更着急了 他的爸爸呢 平时喝酒桌上啊 放着一瓶二锅头 张海君抓过来 瓶盖一打开 蹲蹲蹲蹲蹲 就都喝进去了 这家伙二锅头多大劲啊 啊 这都喝下去 立马酒劲就上来了呀 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别在腰上 就往延祺家冲过去了 想要警告延祺 在路上 他是越想越气 从小跟二姐生活的点点滴滴 结婚之后啊 我二姐在厨房干活 我姐夫什么也不干啊 并且我二姐 他公公婆婆还总欺负我二姐 哎呀 气得都不行了 跑到延祺家的时候 正好是延祺他奶奶过来开门的 张海君一见开门 什么也没说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邪火 朝着老人的头 一菜刀就砍了过去了 哎呀 老人这么一喊 延祺的妈妈柳芳听见动静 就赶过来了 张海君一看 嘿 说我姐夫延祺可恶吗 可恶 呆尿说比我姐夫更可恶的 那就是你这个老太太呀 要没你 我二姐 至于走到这一步吗 现在我想见我姐 我都见不着 这家伙气不打一处来呀 抡起菜刀 朝着他头上肩膀上是一通乱喊 这柳芳啊 是叫都没来得及叫 就倒在地上了 最终两位老人都因为身中树刀 不幸死亡 09年7月18号 张海君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案发之后 延祺很难过呀 他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婚姻选择 导致母亲和奶奶死于非命 更难过的是二姐张卫呀 哭的一回又一回昏倒了过去 他不明白 我那个单纯的善良的 那个根屁虫似的弟弟 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而他杀死的竟然是我爱人的妈妈和奶奶呀 2010年4月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海君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8万余元 张海君以量刑过重为由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0年12月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依然判处张海君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3年张海君被执行死刑 其实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一些思考啊 张卫和张海君姐弟之间 这种姐弟亲情 很令人感动 张海君愿意为了自己的姐姐 上刀山下火海 付出一切都值得 但是在很多家庭生活中间 亲情既能给人带来力量 但很多时候也成为束缚人的枷锁 咱们再说回这起案子 二姐夫有什么特别过大的错误吗 且不论她的家人如何 就单论二姐夫 并没有啊 如果说换一个更好的人家 能买婚房 能把婚礼办的风风光光的 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吗 也许未必如此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张海君认为姐姐是我最亲的人 在她的心里 我不愿意其他的任何一个男人 走进我二姐的生活里 我不愿意我二姐的生活之中 有了这个男人之后 从而和我之间越来越疏远 但各位 每个人走入婚姻之中 走入社会之中 兄弟姐妹 情感也许不会淡薄 但是距离会逐渐拉远 这是必然的呀 作为家人 我们最应该做的 不正是祝福他 能够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吗 行了 今天节目就聊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